大选倒数47天 民进党蔡英文阵营的小烟商品 卖得下下降 就现在由厂商主动 研发出一款声控外套 在造势场合 你如果穿上这一款声控外套的话 会随着现场的加油声量的那个大小 外套板上的这个发光的电子板 就会忽亮忽暗 如果你喊得越大声 那它秀出台湾第一女总统的字样 就会越明显 但你来看科技业者如何搭上选举热潮 拿小猪当加油棒 高举鹰家配棋子 哦哦 这些都已经不是挺小鹰的新鲜货了 现在最夯的在这啦 第一 你动了 加油加油加油 看到没声音越大 身上这块电子板亮得越快越多 越吸睛 秘密武器就是衣服里这小小黑盒子 声控器装电池吸收四周的音量 再透过热能传送到EL冷光板 就成了小鹰声控装 2008年欧巴马选上美国总统 也用过这一招 最激动的人心当然听了很热烈的演讲 然后大家一起齐喊冻蒜 所以我们灵感就想说 如果有人喊小鹰 那大家一起齐喊冻蒜 然后又再加上这样的一个声控器 它可以其实更大的音量 光线可以更大 很新奇就很像那个 就是有一部电影里面它也是这样子 绿营粉丝惊呼连连 这对出身科技业的兄弟 抓住的就是这股商机 从高中学生时代 就追随民进党听党外演讲 这回听小鹰进总统府 抢选举才脑筋动得快 三立电视台 三立秀摆涮林介鸿 陈利国台北采访报道